火光燃烧 吞噬建筑物 打火英雄 与火搏斗 15号 俄军用七枚飞弹空袭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 还向其他地区发射两枚飞弹出动17架无人机 遭乌军击落12架 先前武器库构级的俄罗斯现在又凶龙火虎 对此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样解读 这是曾斯基第二度指控北韩介入乌尔战争 而且这次摄入情况从军援进阶到送兵形同时参战 但是后时克里姆林宫已经驳斥这项指控 乌尔战争仍未完待续 现在乌克兰要防的除了北韩还有中国 俄罗斯防长贝洛索夫14号出防北京 受到中国防长董军高规格接待 图显俄中关系不止热络还情投意合 我们相信今天这次谈论是河与河与河 我们会成为共同的愿望 我们必须会成为好同事 什么是中俄的共同愿望 董军没有明说 但俄中进一步深化军事战略合作 认为会有助于全球稳定 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俄中两国 建议文姚慧文江中心报道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建议文武汉